哈囉,我是滋滋,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破小傳奇體驗版,今天滋滋要來分享我的體驗心得 我沒有玩過任何傳奇系列,不過這次的體驗版我已經玩通關五次了 我將以新玩家的角度來分享介紹這款遊戲 影片開始前想要持續關注滋滋的影片 也記得訂閱滋滋,開啟小鈴鐺,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破小傳奇是一款RPG角色扮演遊戲 先說說破小傳奇的故事背景 兩顆相鄰的星球,達納與蕾納 三百年前達納星球突然遭受到蕾納星球的侵略 就此去與永無止盡的支配 男主角奧爾芬是達納人,女主角西濃是蕾納人 某天戴著鐵面具的奧爾芬,跟被族人追捕的西濃相遇 兩人的相遇就此動搖兩顆星球的命運 故事也就此展開了 進入遊戲後可以選擇的角色有六個 選定後進入遊戲依舊可以更換操作角色 不過通關劇情還是會以初始角色為主 選定後進入遊戲就會迎來很美的畫面 畫質真的不得不說非常的美 並且角色人物也很美 真的不虧是PS系統上的遊戲 操作起來也非常的流暢不會卡頓 按鍵反饋也都非常的基石 隨機很快的就會進入戰鬥 戰鬥中也可以更換角色 戰鬥畫面非常的華麗 每個角色都有增幅攻擊 當集滿就能施放出華麗大招 並且還會有增幅強擊 也就是發動一擊秒殺的特殊邪力技 分別是奧爾芬跟西濃 凌威爾跟洛 奇殺藍跟杜歐哈琳 這個邪力技真的不是這隻要說 實在是做得很華麗很美 並且非常有衝擊感跟震撼感 每個角色在地上及空中 分別都有三個技能可以施展 並且戰鬥模式很特別 可以選擇自動、半自動及手動模式 遊戲設定也可以搭配策略設定 分別有均衡戰鬥、重視回復、重視攻擊 以及不使用CP 可以說在戰鬥上是很多元的玩法 而且在戰鬥時隊友都會互相對話 玩起來感覺很熱鬧也很有臨場感 並且這次體驗版還讓芝芝觸發了隱藏BOSS 在與通關BOSS激戰後才出現的 當下所有隊友幾乎都已經呈現冰死狀態 還好通關BOSS前打具體時獲得秘藥 讓芝芝還是順利的把他打敗了 不過真的著實是嚇了我一大跳 但也讓我感受到官方滿滿的誠意啊 在戰鬥之餘就是四處的探索 網路都做得很好看 並且隨著進度還會出現小劇場 不想傳奇的小劇場是以漫畫方式呈現 但角色並不會死板的不動 還會帶有表情動作 這倒是讓我覺得很特別很新鮮 這是這次第一次玩漫畫方式呈現的遊戲 並且還可以在露營區休息料理 不得不說料理真的做得非常擬真 在遊玩的時候都有種我餓了的感覺 體驗版通關後的劇情動畫很有震撼感 似乎是在交代每個角色的由來 劇情的鋪陳以及每個角色的設定 都很細膩特別以及帶點神秘感 會吸引我想要知道後續的劇情 不過體驗版並不會繼承到正式版 但是有遊玩體驗版的玩家 在正式版發售時可以下載特點 度假佛羅魯玩偶 可以說是超級可愛的 最後以一個吸引玩家角度來看 這款遊戲我認為是值得被推薦的遊戲 沒有玩過任何前桌的滋滋 也很快的就進入了遊戲內容 遊戲畫風畫質沒話說 而戰鬥操作可以選藍人模式 也可以選高難度模式 算是對各種玩家的接受度都很高 加上故事背景也很吸引人 這隻也是被我的管理員一直推坑 才決定下載體驗版來試玩看看 如果你還想要看更多的體驗內容 也可以點右上角觀看這隻的體驗直播 這款遊戲的平台有 PS5、PS4、XBOX、STEAM 這隻是用PS5遊玩的 整體效能應該是完整的呈現了 PS5、PS4、XBOX的預定發售日是2021 9月9號 而STEAM的預定發售日是2021 9月10號 遊戲有一般款跟DLC款 差別就在服裝上囉 如果你是個喜歡RPG角色扮演的遊戲 就不妨把這款遊戲頁入口袋清單吧 細心的分享就到這裡結束囉 想要持續關注姿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姿姿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也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